驾驶证终身免检是什么意思? 机动车驾驶证,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驾照,是机动车驾驶人员必须申领的证照。 共有A1、A2、A3、B1、B2、C1、C2、C3、C4、DEFM&P总计15个级别。 目前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终身免检制度只面向C类驾照开放,其他类别驾驶证没有终身免检的条款。 C类驾照终身免检条件 1、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,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,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。 2、换证之后,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,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,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,也就是所说的驾驶证终身免检。 从驾驶员首次考取C类驾照开始计算,要保证每年扣分不满12分,持续16年即可领取终身免检驾照。 在两次驾驶证换证时需要注意,应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,向机动车驾驶证和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,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驾驶证将被注销。 机动车驾驶原因注意,一,看清楚自己驾照的有效截止日期,二,即是处理维章记录,否则无法通过系统审核。 三,未收到新的驾驶证之前,驾驶机动车上路即是为无证驾驶。